反习反党老灯开讲 各位朋友好 见到你们格外亲 白法革命还在持续进行 武汉退休职工 他们是真有血气 他们还在经常的聚集 俄南州口市 州口的退休职工 走上街头 去州口市委门口 去市委游行 也是抗议这次不合理的 医保改革 退休的职工在抗议减少医保金 在职的职工 尤其是所说的自谋职业 他们纷纷断供弃保 这个势头现在越来越大 我觉得这场运动开展起来 可能比白法革命更有看头 更有搞得 尽管他们没有聚集 但是他们也都去聚集 也都是去各地医保局 排着大队去退医保 他们这种零散的 这种活动 我觉得更有冲击力 就是给中共的医保断供 给中共断训 拒绝再做韭菜 这个运动现在正在蓬勃开展 就是弃保断供 不再交医保金 什么养老金 无限一金 这个运动现在方形为案 也有网友说 不是他们不交 也是交不起了 很多 尤其是自谋职业的这些人 疫情三年 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工作了 真的磨不了职业了 怎么交这个钱 这位网友说 老张在社保局工作 聊天的时候 他说最近出现了 大牌长龙 集体退社保的现象 这些退社保的人 基本都是灵活就业人员 即便只能退个人的部分 即便现在退社保 可能得不偿识 这些人也是毅然决然的退 问他们原因 答案几乎都是一致的 几乎都是一致的 交不起了 交不起社保 我们还交什么 就坚决不要再交了 国际方面的新闻 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向联邦议会发表国情资文讲话 这次普京发表国情资文讲话 正值俄国战争一周年之际 所以国际舆论就比较关注 普京的讲话中 第一次把俄乌战争 说成是战争 不再说是特别军事行动了 终于面对现实 那就是一场战争 你非得叫那个词 叫那个就是什么用 他也认清现实 认清这就是一场战争 曾经有俄罗斯人 说这场战争是战争 结果就被抓了 必须原来得说 是一特殊军事行动 现在普京公开承认 这是一场战争 而且普京宣称 这场战争俄罗斯不可战胜 他没说俄罗斯一定要胜利 一定会胜利 只是说我们不会失败 那也有可能 他可能会结束平局 这是他的潜态词 他在国情资文中 最重要的表态 是俄罗斯退出跟美国 签署的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协议 削减核武器的协议 削减核武器 这个协议 基本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实际意义并不是很大 现在俄罗斯退出更多的是一种姿态 一个核讹诈的姿态 所以普京还说 俄罗斯可能要搞核事报 他先把责任推给美国 他说美国可能要搞核实验 我们也要搞 美国不一定搞 所以我们也要看俄罗斯 是不是率先进行核实验 因为近些年来 核大国都没有进行过核实验 如果俄罗斯开这个头 那是一个极坏的先例 但是他这种核讹诈也吓不住人了 没人怕俄罗斯这种核讹诈 因为他不敢动用 他也不会使用核武器 一旦动用核武器 哪怕是战术核武器 那都意味着受到西方核大国的核报复 那他就是自杀 如果普京没有丧心病狂的话 他不敢 他不会开这个头的 而且这种核讹诈 他说多了 说久了 就是现在大家也就跟狼来了一样 就没人在意他这种表态 国内的爆料渠道 有一个重要消息 就是原来中共的上将刘亚洲 他是前年被抓 被双规 前年12月份 他被抓被双规 一直没有结案 现在有结论出来 已经通报到线团集 通报说 关于刘亚洲的问题 确认他受贿9亿多 9亿多人民币 为女人花钱买房 等9千万 这9亿多 他拿出了9千万 十分之一 他是为女人花钱买房了 已经开除党籍 移交司法 还说刘亚洲 写了一篇忏悔录 多次引用老大的话 就是引用习近平的话 承认他在十八大以后 在海外出了 在海外出版了七八本书 妄议中央 称自己呢 没有贪污部队官兵的一分钱 他贪污的这9个亿呢 都是地方公司老总送的 说自己呢 对不起妻子 对不起岳父母 对不起父母 组织上呢 要求李小林呢 跟他离婚 刘亚洲啊 他本身是红二代 他父亲就是中共军队系统的高官 他又是中共原国家主席 李先念的女婿 他老婆是李小林嘛 所以他也是非常著名的红二代 这次呢 中共就是说处理他 他就说他对不起妻子 对不起他老婆李小林 对不起岳父母 那就是对不起李先念了 对不起父母 组织上呢 那一定是习近平了 要求李小林离婚 习近平要求李小林 跟刘亚洲离婚 这中共多缺德 你这个该设人家的婚姻自由 像文革一样 文革的时候不就是打倒谁了 就动员谁的老婆 跟这个人离婚吗 这次现在气泡的也这么高 刘亚洲啊 我在北京的时候跟他见过一面 因为他在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 他在那个政治部当主任 他一个手下 是我同县城的老乡 老张 有一次饭局呢 这个我是受要参加 见到了刘亚洲 给我印象非常不错 那个时候他还年轻 那个时候我也年轻 我三十几岁 刘亚洲那个时候可能都不到50岁 是著名的军中作家 是中共军队里少有的知美派 因为他在美国留过学 台湾也有很多好作品 他的很多作品呢 我也读过 是中共内部很有见识的 这个知美派 而且呢 他公开说他不赞同打台湾 不赞同跟台湾发生战争 刘亚洲啊 我不能确认 他是不是贪污了9个亿 中共无关不贪 所以说呢 他是不是贪了这么多钱 这个我真不能确认 只是无关不贪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被包子搞掉的最大的罪状 就是他反习 他是开明派 他对习包子 这个上台以后的种种道心逆施 他是不满 我曾经看过他一个视频 现在我找不到了 他在外地 跟朋友在外地一个 这个小吃摊上在那吃东西 很平民化 话里话外 他那些抱怨 就明显的看得出 他是对习包子是非常不满 而在习包子上台以后 曾经利用刘亚洲和刘源 这两个太子党还都姓刘 一个是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 一个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 利用这两个太子党整肃军队 整肃徐太后 郭伯雄的人马 这两刘是为习包子立下打工的 但是习包子翻脸不认人 拿过军队的控制权以后 利用刘亚洲和刘源整完了人 反而把刘亚洲和刘源抛弃了 都让这两个人退出了军队 所以说刘亚洲跟刘源 是对习包子是怀恨在心的 他们反习妄议中央 说刘亚洲妄议中央吗 这个是可以理解 刘亚洲本身就有自由派的思想 他反习顺利成长 习包子报复金强 拿下他也顺利成长 所以说贪不贪腐就不重要了 是不是站错了队就更重要 那你刘亚洲妄议中央不买细胞子 那肯定你的贪腐就是问题了 像孙政才一样 这些人被搞掉 不冤枉 但是很可惜 因为他们是党内难得的开明派 国内的新闻 是中共政治局昨天召开全体会议 确定了几个事 一个是确定召开二中全会 26号到28号就是这个月底召开二中全会 再一个是确定马上要召开的两会的人士 还有一个确定是确定要搞什么机构改革 党和国家机构的统筹改革 还通过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 二中全会 每次的二中全会一般都是在两会之前召开 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 重点是两会的人士安排 但是也都透露了 像什么赵乐际去人大当务员长 王沐宁在政协当主席 李强是总理 有几个副总理 何立峰 什么刘国中 张国清 丁学祥是常务副总理 这个都大家也都知道了 这次关键是说二中全会上 要审议党政机构的改组方案 其实就是一次人事大清洗 习近平要进一步高度集权 文革后 中共倡导 党政分开 减政放权 如今是习包子又走回头路 又搞文革化 无非是削弱 削弱行政机构的权力 把权力都统筹到党务部门的系统 统筹到党务部门系统 2018年 中共已经有一波 就是这个机构改革了 他当时透过机构改革 削弱李克强权力 国务院的一些部门 被合并到党务部门 变相有党的系统控制 国务院属下的国家行政学院 被并入中央党校 国家公务员局 被并入中央组织部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国家宗教局 被并入中央统战部 中央中全部 挂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国务办的牌子 国家新闻出版署 国家版权局 国家电影局 通通都归中宣部了 后几个机构的职能 都由中宣部带行了 这次 席包子也可能有类似的改革 把国务院那些部门 都拿到中共的党务系统来 也可能有些荒唐的合并 大家等着看笑话 像说下声说的似的 有可能是把什么电汉班跟幼儿园合并 工厂的电汉班跟工厂的幼儿园合并 有可能就把什么国家发改委跟中宣部合并 这都有可能 李一平老兄 他爆料 说习近平有一个私生子 蒋仁正 很多网友跟我求证 这个消息是确实的 本来我是要在小黄叔的播讲中 讲这件事 就是席包子几个私生子 这次一平老兄 他先爆出来了 大家可以去看他的视频 他这个视频爆料是完全准确的 我能够补充的是 他这个情人就是蒋仁正 他妈妈叫蒋威 是87年或者是88年的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跟这个蔡奇是校友 当时到宁德地委办公室当委员 他是江西南城人 他跟细胞搞到以后 他跟细胞成为细胞的情人以后 这个事情败露 彭丽媛大闹追究 蒋威就跑到深圳 由习近平的大姐齐乔乔照顾 这都是习近平安排的 把蒋威弄到深圳 由齐乔乔照顾他 习仲勋看到齐仲勋和齐心 看到蒋威给他们生下长孙 就是蒋仁正 都非常开心 许诺蒋威可以持有 邓家贵齐乔乔公司的股份 以此阻止他堕胎 就是让他留下这个孩子 后来蒋威就一直在 齐乔乔邓家贵的公司里 齐乔乔的公司里的上上下下 都知道蒋威是习近平的情人 这些乱套的关系 等我讲小黄叔的时候 我给你们好好拜扯清楚 我前两集视频节目 提到浙江渝瑶 渝瑶市的教育局长 王胜战的情况 希望大家给我爆料 有知情的 有些网友给我提供了一些消息 说这个王胜战的一些情况 包括他是怎么淫乱的 怎么贪污学生的伙设费 怎么收这三个亿 怎么包养的女学生 包括包养了一个女中学生 这个中学生也没考大学 后来就走向社会 王胜战又给他开了一个 什么汉服事 经常邀请他到各个学校表演 这样可以给他钱 大家可以看张照片 女孩还不错 不知道为什么跟王胜战 这种人搞在一起 这也是奇了怪了 有关王胜战的情况 我正在收集信息 等收集全了 单独给大家讲一集 一定会很精彩 算在小黄叔里了 这个中共的教育系统 也是烂透了 除了于瑶市的教育局长 王胜战 同样的一个情况 是辽宁盘景 辽宁盘景市教育局局长 叫吴献新 前几天跳楼身亡 他也是贪腐败露 也是淫乱不堪的 吴局长感觉事情败露 然后就跳楼身亡 记者采访盘景市教育局 教育局现在还替他遮遮掩掩掩 说吴局长前几天确实去世 属于意外 死亡原因不能透露 中共官员的这种黄色事件 真是层出不穷 讲不胜讲 讲都来不及讲 刚刚发生一件 这是网络热点了 大家可能都看到了 就是河南交座陈改办的 郭主任在微信群里 给他的情人 也是他们陈改办的副主任 发的一个简讯 结果传出来 现在引起舆论沸腾 大家给他短讯都已经起了名字了 算一篇文章了 起了名了 标题是即使全区知道咱俩开房 又能怎么样 这是张某睡了没 这两天你老公没在找事吧 要顶住压力 即使全区知道咱俩开房 又能怎么样 你老公知道又怎么样 不是都没事吗 我都能摆平 按照原计划 年后领导把我调到住建局 你在陈改办 咱俩联手啊 全区的工程都是咱们的 已经给你提副科了 我正科 将来咱俩还要提副县的 过去这股风头就好了 不要跟你老公发生关系 你的身体只属于我 现在网络的评论说啊 这个家伙如此狂妄啊 竟然说即使全区知道咱俩开房 怎么样啊 不都没事吗 我都能摆平 按照原计划 年后领导把我调到住建局 你在陈改办 咱俩联手啊 全区的工程都是咱们的啊 这种表述啊令人错愕啊 从不雅信息的内容看 不仅劲爆更充满霸气 折射出权力在手的底气 乃至上面有人的傲气 中共的官媒啊 只说郭某某 陈改办主任叫做陈改办主任郭某某 我网友已经挖出来了 他叫郭昭辉啊 是昭阳的昭 昭阳的昭啊 昭阳的昭啊 光辉的回 昭阳光辉啊 就这么拔气 名字也拔气 啊 这人家这个优雅的短信 也这么拔气 全世界知道我们在一起 又能怎么样啊 这个女的呢 叫张露 是陈改办的副主任 这两个狗男女啊 一个主任 一个副主任 陈改办的就是管城市改造的 管工程的啊 年后领导再把它调到住监局 这个张露再升陈改办的主任 这个全区的工程呢 就都是他俩的了 他俩这就发财嘛 所以中共啊 反什么府啊 这这都是瞎扯蛋啊 越反越府 你看这些贪官们越来越狂啊 全世界知道咱俩上床又能怎么样 就都知道我们上床能怎么样 都知道我们贪污能怎么样啊 都知道全区的工程 都是我们的又能怎么样啊 这多有底气 乱搞理智气壮啊 泰晤理智气壮啊 这就是典型的中共干部 又到欢乐环节 真正卫视的特约评论员啊 专家陈斌啊 在电视节目中说呀 在俄乌军事冲突一周年之际啊 拜登绝对不会去乌克兰访问啊 因为他对中因为他对乌克兰能否获得最后胜利心中无底 具体说来有四个原因 一是俄乌冲突迟迟不结束 以美国的期待有很大的距离 第二个是拜登不愿把美国和乌乌战争捆在一起 第三个是带袭俄罗斯对美国和北约国家发起进攻 引起世界大战 第四呢是要提高波兰的地位 把波兰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对待 而把乌克兰作为观察国 陈明说完啊 拜登就在乌克兰基辅露面了 中共的专家呀有多不靠谱啊 他刚刚这些评论说完 拜登在基辅就露面了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